本期走遍中国节目由平梁市委宣传部特别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声区是非常的壮硕 而在它的头部还佩戴有由宽软皮条制成的龙套 那么这个龙套的出现就充分展示了 其实早在汉代时期 牛已经完全融入了我们当地百姓的农耕生活 这些东西的山地形提区结构 城墙三十多年前开始养殖红牛 是京川远近闻名的红牛通 你看首先它全身是青衣色的红色 没有一根杂毛 而且是枣红色 第二个它的特点是短角 没有很尖的那种 带有攻击性的那种鸡角 第三个它的特点就是它的脖子短 再一个特点你看它的尖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它浓起来 当地老百姓对这个牛俗语的形容是什么 耳如扇 毛如断 疙瘩脚 身子嘴 四提不露 柱子腿 与之前耕地劳作不同 如今的冰凉红牛可是过着舒心的好日子 但是在池上每天三十五元的伙食费必不可少 基础饲料从传统的吃草 提升为各种穀物结合的精细化美食 一进到这个空间里面呢 就闻到一股非常浓的穀物的味道 你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给牛要吃的 穀物的这个鸦片的玉米 鸦片的黑豆 还有鸦片的黄豆 鸦片的大麦 那么我们这台机器呢 把它所有给牛吃的这些穀物饲料 进行蒸熟 然后压成片 然后按比例 每天给牛进行投喂 这就是古寺的金饲料 我们牛的这个生活条件真好啊 除了基础的天然饲料 城墙还利用一种特殊的破壁技术 制作一生菌饲料 为红牛补充营养 丰富的食物是平凉红牛顶级品质的基础 良好的饲养环境 更是让红牛有着舒适的生活空间 从出生开始 平凉红牛就享受特殊的待遇 毒牛岛是刚出生的小牛的幼儿园 通过人工带乳粉的喂养 避免了母牛乳汁不够带来的营养问题 而成年红牛居住的 也是设施齐全的舒适牛舍 每天还要定时听音乐 听音乐 做按摩 吃熟食 喝温水 主要是用音乐的声音来掩盖 我们养殖区的噪音 使它减少应激反应 这样它的肉质就更好 乳酸含量就少 还有就是说它这个牛 用动空间我们给它配置的是 按照里外加起来 一个牛15平方米这样的配置 还有这样的标配 对啊 所以这样的话 牛它不至于太拥挤 牛的动物福利是刚好的 那我有留意到 这边我们看到 对那个牛身上扛着的 那个黄色的 对 那叫牛体刷 专门给牛挠痒痒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牛做按摩就是靠它 经过如此精心饲养 平凉红牛肉质浅红 脂肪白 肌肉里沉积大理石般的雪花纹理 脂肪也更多 口感嫩滑 柔软多汁 全世界好的牛肉的 平盘标准它有三个 第一个是风味 第二个是嫩度 第三个是多汁性 平凉红牛的这个肉的香味 是可以碾压 任何一种品种的牛 平凉红牛富含 共饿亚油酸 鸡红蛋白含量高 吃饭 鸡肉质 红牛肉质 鸡肉质 赶索牛肉质 这些什么 蜡肉质 这些重大 太多汁了 不过 那是 这些年轻质 如果能够面 这些东西 咬到 这些东西 好像 鸡肉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有十多亩的果园 采摘苹果的这几天电话始终不断 订购苹果的客户应接不暇 苹果还在树上就已经被销售出去 与之前的传统种植不同 苹果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益 像您之前种的主要是什么农作物呢 就是小妹玉米 那当时这一亩地的收成会有多少 早时这一亩地收成了就是一千多块钱 现在就是一亩地址上就是管理后一点都是一万块钱 最收获一点就是两万块钱 像今年这个苹果价格可能一些的狗达到三万块钱 当时是你看一亩原始亩天 这都是还始亩不自了 因果致富因果而兴 这除了人们辛苦的付出 还得益于静明苹果的优秀品质 和从育苗到采摘一系列科学技术的运用 相比传统的种子繁育 脱毒组培的方式 可以为果农提供优质健壮的苗木 从而提高苹果的品质与产量 为了让苹果有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在果园中更是隐藏着各种玄机 果园气象站 可以实时监测果园的湿度 温度 土壤的PH值 光照强度 大起压力等数值 因为平凉的气候原因 在果园上安装了防保网 防霜机 就连这果树间貌不惊人的小草 也有着大用途 我们套种的是我们的生草技术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草如毛野外豆 还有我们这个北塞叶草 我们这个黑莓草 油菜 主要就是为了它这个生草 给善我们这个土壤这个礼花性状 相对就是给我们果园增加 这个有机制的一个含量 进而促进我们这个果树 更健康的生长这么一个作用 漫步在果园中 林木行间还能看到 不同品种的海棠树 这是苹果兽粉专用树 这种兽粉方式 可以使苹果的果形更短正 在如此精心呵护下成长起来的 静宁苹果有着独特的优良品质 这个是我们果树研究所 自主血液的一个叫静宁一号 也是我们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品种 派对静宁苹果 就是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灼色 我们这个苹果你看这个全面灼这个浓红色 这就是我们从未观看到我们这个果形 比较首先比较树震 静原柱形 咱们看到我们进入这个海拔沟 这个果面上一层厚厚的这个腊质层 这个是自然形成 那就会影响口感是可以食用的是吧 对这个不影响 除了漂亮的颜值 静宁苹果的内在品质同样优秀 它含糖量高 硬度大 窒细之多 口感脆甜 极耐储藏和长途运输 所有的这些优点使得静宁苹果闻名中国 如今评量全市现种植苹果树面积150多万亩 静宁 庄浪 京川 灵台 空同五线区 被列为全国苹果优势区与重点线 走进最新投用的静宁苹果科技创新馆 高清大屏上实时显示浓情监测 市场营销 数字果园等数据 全新的智能分选生产线也人注目 同时矮化密质 宽航窄珠 机械化作业栽培模式等全新科技的应用 使得静宁苹果品种不断优化 品质越来越高 这个是现在的一种新型的矮化密质果树 便于采摘 品质和产量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如果您在每年的10月初来到静宁的话 一定要来体验一下 沾上几个这样的红果锅 品尝品尝 小苹果带动大发展 静宁苹果成为这里人增收的金蛋蛋 在物产丰饶的平凉 这样的物产还有很多 庄浪土豆同样是中国的西北地区出了名的当家菜 和致富宝被称为地下苹果 土豆也称马铃薯洋芋 据家境平凉县制记载 平中属马铃薯色如白玉 在明代 平凉的土豆就已经远近闻名 如同静宁苹果一样 庄浪土豆同样体现了平凉人的勤劳与智慧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国替田化模范县庄浪县 我是庄浪县文旅推荐官白润胡 十月份是我们评量丰收的季节 除了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近年苹果之外 现在也是我们庄浪土豆收获的时候 和苹果相比 土豆虽然貌不惊人 但它却是我们庄浪人每顿都少不了的 而且是我们庄浪人民增收致富的金蛋蛋 今天就让我带您一起看梯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步就是选用不同的优良品种进行杂交 获得第一代种子 然后培养出第二代种树 选择出品种好的 再到育种基地 进行一定面积的第三代种植 从而不断选出品质最优的品种 而这一过程漫长 复杂 科研种植人员执着而艰辛 刘晓龙从事土豆育种十多年 常年榨根在马铃薯育种田 咱们这个是不是写的是13年的意思 对 这个猪十三 告五告二一的意思 就是13年咱们做的这个有姓一代的这个马铃薯 那意思这个品种就已经研究了十年了 对 然后五的意思就是代表它的组合 就是它的父母本 这21个就是前面有20个 后面还有无数个 他们都基本都淘汰了 就剩这第21个 就只能选出这么一个 对 就只能选出这么一个 十年摩一数 历经无数次的挑选和淘汰 培养出的新品种 还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认可和注册 才能推广种植 一个小小的土豆背后 有很多农业科技人员的青春与汗水 这也是庄浪土豆品种优良的技术保证 同时不同品种的土豆用途也不一样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超市里边挑土豆 我们应该怎么能挑 首先就是从它的外观上 因为咱们在做的时候也要削皮 就是要容易削皮 这个就是看着它比较光滑一点 看起来漂亮一点 这个就是首先就是从外观上 根据不同的目标 称选的它首先就是 做起来不容易烂 土豆丝的时候咱们就可以选择脆一点 炒起来脆一点的 这就是淀粉含量比较低一点的品种 那如果我想做土豆泥呢 做土豆泥咱们就选择高一点的 稍微淀粉含量稍微高一点的 吃起来就比较面 比较软和 对 比较软和 在庄浪 土豆除了炒 蒸 包包子等家常吃法以外 用土豆淀粉制作庄浪粉条 同样是平凉出名的物产美食 土豆丰收的季节也是制作淀粉最繁忙的时候 大型运输车辆从四面八方赶来 土豆首先要多次清洗 然后进入到全自动密封生产线 经过粉碎 过滤 脱水等流程 淀粉才被生产提炼出来 用这样优质的淀粉制作的粉条 质醇光润 韧性十足 不酥不脆 耐煮不护 以庄浪粉条 马铃薯 萝卜 白菜 鲜蘑菇等为主料的庄浪暖锅 是这里待客的首选扛把子 今天我带大家一起看了 土豆从选育 种植 收获 到最后端上餐桌 相信很多人对这个小小的土豆 已经另眼相看了 我觉得大家如果来到我们美丽的庄浪 吃土豆一定是您不能错过的 传统的当家菜成为新品牌 如今平凉市栽培土豆面积 已达85万亩 同时马铃薯脱毒技术 马铃薯物培法等 全新科技的引进与应用 使得土豆品质 产量稳定 在传统的农业产业基础上 平凉走上了科技发展之路 这遍布全市的科技大棚 孕育着更多的特色物产 从空中俯瞰 连片的农业大棚是空铜区一道亮丽的风景 空铜区历史上是陕甘宁三省交通要塞 和隆东传统商品集散地 古时素有汉码头之称 如今是科技农业的热土 品尝了平凉红牛 敬您苹果 装浪土豆 今天来到空铜区 我是空铜文理推介官 在我身后这一大片农业大棚 就是我们金河川万亩现代农业产业园 在这里的大棚里 不仅种植了我们平凉本地丰富的物产 同时还有很多南方的好东西 金河川万亩现代农业产业园 包含五个行政村 大榜2200多个 除了四季蔬菜瓜果 还有很多来自南方的火龙果 香蕉 秋葵 羽衣甘蓝 黄贝贝南瓜等等多数 既丰富了平凉的物产品种 也带动了附近农民就业支付 大棚内创新推行智慧农业 实施智能观测技术 实现气象 并从监测 预警 预报 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 特别是蓄 肥 菜 循环农业和伪菜资源化利用 做到循环发展 我们这个套设备 它是叫解改生物反应堆 那么我们利用的原材料 就是比如像小麦解改 玉米解改 包括我们蔬菜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大的 一个蔬菜园区 蔬菜的伪菜 我全部都可以进行一个 废物利用 我把它放到里面 然后在一个专用 微生物的发酵之下 我去产生一些 二氧化碳和热量 那么这下技术 它就在这个温室 日光温室生产 特别是冬季生产中 它就是用途特别大 除了创新发展的 传统农业大棚 空同区还引进了 国际一流的 无土栽培大型生产设备与技术 生产的高档农业品种 走进中国各地精品上抄 成为平良丰富物产 养殖种植的新方向 这个智能玻璃温室面积 达到12万平米 是亚洲第一个最大的 单体联动智能玻璃温室 也是中国第一个高规格 大面积设施 种植串收番茄的温室项目 我看到它全是这种 一串一串的 直接就已经形成好的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品种的话 也是我们从国外 进行多龙筛选 所得到的一个 最终的一个优良品种 我们在行业里边 称之为串收番茄 市场上对这种串采品种的 接受程度更高一点 串收番茄种植 采用以椰康条为机制的 无土栽培 加上先进的低罐设备 和物联网技术 形成了精准灌溉体系 温室采取了先进的 通风消毒系统 空气中的病虫和虫卵 被隔离到室外 恒温恒湿的温室 采用优质的减反射 高散射钢化玻璃 确保玻璃采光率达97% 让每一株番茄都均匀受光 为了更好地给番茄兽粉 他们还请来了 特殊的兽粉帮手 雄风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 风箱正好 对 我看到有避风 钻进去 钻进去 它就是在兽完粉以后 回到风潮进行一个休息 休息 休息完以后 它又进行一个工作 它的工作就是兽粉 兽粉 对 兽粉 它的生命周期在7到10周吧 根据它的这个 工作的季节的气候不同 而决定了它一个 兽命的一个长短 所以它来也就是7到10周 差不多也就是 更新 三个月的时间 对 对 对 我们要更新一下雄风 这样来保证我们 番茄的这样一个兽粉率 对 保证番茄的一个 正常生长 高科技种出好味道 平凉串收番茄 外观红润 口感酸甜 始终保存期长 经济效益好 通过快速物流体系 平凉串收番茄 行销全国各地 因为我们这个番茄的话 它是不 品传统 尝现代 这么多丰富的物产 有没有让您动心 想要立刻去生 前往这里呢 我在平凉等您 立足传统放眼未来 今天 中国农业科学院 西部肉牛种制基地 落户平凉 设立院士工作站 通过基因技术 平凉红牛品种养殖 将更加标准化 2023年3月 从中国第39次南极考察队 传来喜讯 静宁苹果搭乘雪龙二号 极力科考船 到达南极 成为中国首个登陆南极的苹果 每到庄浪梯田最美的时候 总有很多人慕名而来 打卡拍照 无边无际的层层梯田 已经成为庄浪 一张亮丽的文旅影片 截至目前平凉全市 已建成日光温室 和钢架大棚 5.09万亩 农民掌握新科技 正成为时尚 从3000多年前 周朝先祖 在平凉金河流域 创造了先进的农耕文化 到现在科技引领的 全新种植方式 勤劳的平凉人 不断谱写新的发展史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